首先,我想感谢凤凰集团以及世界资源基金会组织这次非常重要的峰会 恰逢靠泊尔时期即将在沙门沙耶和举行这样的一个奇迹 前面几位嘉宾的讲座非常精彩,是我受益 在我在华任职之初,我就了解到中国认识措施以及科学界采取的这些各方面的努力 来帮助中国以及全世界来进行简单简牌 同时也非常感谢刚才常吉德先生前面介绍联合国的贡献 以及国际大使还有气候行动的情况 自从格拉斯哥的26届大会以来发生了很多事情 我们见证了史无前例的极端气候事件 在巴基斯坦,在尼日利亚,在美国 科学界认为呢,事实上所有的这些情况都是气候的变化代表的 此外呢,必然政治的情况,在全世界都变得更为恶化了 俄乌战争带来了非常负面的影响 比如说在能源供应的方面 我们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比以往更高了 我们在埃及呢,我们还碰到了粮食安全和供应链的问题 尤其是海港运输受到了干扰 另外很遗憾的呢,还有一些慢性的长期堆积的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互不信任的一个状况 尤其是在我们提到对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行动所需的财务支持承诺方面 有很多的疑虑 这些都是为了让我们能够进一步地去减少认识系统排放的一些努力 而他们都在受到阻害 我们下一周在上沙伊克就要举行第27次月份大会 我们能够有一些什么样的希望 应该能够有一些什么样的期待 我们当然希望在气候行动方面有进展 所有的利益相关方都要良好合作 这是至关重要的 埃及认为从仅仅执上谈兵 做出一些虚无的承诺 到真正的采取切实的措施 真正的深入理解这些承诺背后的意义 这是非常关键的 1992年的礼约 2015年的巴黎 2021年的格拉斯哥 我们一直在努力的是希望能够提供急需的财务支持 让各国家能够完成自己的自主承诺 能够减缓 全球变暖 使它能够控制在两十十度升温范围之内 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国家能够把他们的国家的自主承诺 详细的这些承诺的内容 包括他们的政策和行动的路线图提交上来 上个月我们也跟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共同探讨 在UNFCC的框架之下 进一步的谈判 希望能够达成一些共识 在27次地方大会开会之前达成这样的一个共识 那么现在请允许我向各位简短地介绍一下 这个大会将会以什么样的形式来举办 我们有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这个部分 作为平行论坛 我们还有六个援助论坛 那么比较新颖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会有一个联系主席制度 一个联系主席来自八大国家 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 主题当然也都是非常关键的 包括公正转型 两者安全 创新金融 为气候的创新金融 向能源的未来投资 水资源安全 以及脆弱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可持续发展 此外呢 我们还有一些创意 这些创意呢 是会由27次地方大会的主席国埃及提出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我们当然会更加注重发展中国家的需求 也就是说 在粮食农业的方面 我们还有可持续 城镇化进程 我们会把注意力放在非洲 考虑公正和可承担的 成本可承担的 能源转型 进一步的推广 推出 绿色金融 另外呢 2030年 至少30%的国家 会在这方面做出 确实的努力 全世界都在 依赖中国 美国 欧盟 以及其他的发展合作伙伴机构 包括联合国 全世界的非政府组织 公民组织 希望这些利益相关帮能够共同努力 携手合作 在谈判的过程当中相向而行 这样才能够帮助 更多的发展中国家 以及最欠发达国家 来达成他们的国家自主承诺 我们需要 齐心协力 来为人类的未来 带来一个可持续的发展路径 最后呢 请各位允许我 跟大家分享 对目前的中域之间的合作 对一些想法 尤其是在气候变化的方面 和可再生能源的方面 两个国家呢 都有共同的原则 来引导我们的气候行动 这原则呢 就是 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 我们同时呢 也有共同的期望 希望能够有 更多的合作 尤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当中 这是因为 当然呢 我们知道在气候变化 和生活多样性 两者之间 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我们也知道 中国呢 是气候多样性 CBD第五次 叶方大会的主席国 第二阶段的会议 将在12月份 在蒙特利尔加拿大 举行 那中国呢 仍然是 主席国 那么因此 我们现在还有这样的一个希望呢 就是我们可以在 欺骗和声多方面 能够携手合作 协调我们的努力 使得这气候行动的两大支柱 能够相辅相成 此外呢 我们还看到 非常喜人的进展 非常重要的合作 帮助埃及 采用更多的绿色 可载身能源 政策 那当然呢 特别是在交通方面 我们的第一台电动车 将会在中国专家的支持之下 尽快下线 尽快下线 在埃及本地生产制造 另外呢 世界上第四大的 太阳能电板 同样呢 也在AIB 亚投行 以及很多的 其他发展合作伙伴 基本的支持之下 将要完成建设 另外呢 开罗的各个石胶之间 联通的高速铁路 也是在中国的技术支持之下 正在建设 最后呢 我作为埃及驻华大使 这是我的职责 要进一步的强化 这些方面的友谊合作 并且希望呢 有更多的绿色投资 进入埃及 有更多的策略 气候行动的策略 能够得以落实 不仅仅是在埃及境内 另外我们也希望 能够把注意力更多的 放到发展中国家上 尤其是在非洲的 发展中国家上 感谢各位的聆听 我祝愿此次大会 圆满成功